其實我知道你媽媽有個腎病 是嗎 她現在情況如何 其實 一直以為自己沒有什麼 直至跟她 多久以前 因為其實她的問題是 她有血壓高 一直都不知道 可能看醫生也不太好 血壓藥也不太好 所以就影響到她的腎 就出了事 她自己又不知道 一直到達到 可能都比較察覺的時候 已經 醫生就說我沒得醫了 她的身體一直沒有不舒服嗎 有 其實她照 我不知道她照什麼 因為我也不太好 就是沒什麼時間陪她去看醫生 照到她的腎已經 起泡泡泡了 正常可能很滑 表面 但醫生已經起泡泡泡了 已經沒得醫了 去到 我跟她去過 看過一次醫生 然後 原來真的這麼嚴重 自己原來不知道 一直忽略了 因為要做事 她去醫院也要等 你知道 也要等一段時間 所以都沒有去過 發覺 原來事不宜遲 不可以再等了 這件事 也不知道怎麼辦 一直都 就問醫生怎樣 她就說 要等到壞死為止 之後 你就去緩 因為已經沒得醫 因為整個腎已經發炎 是沒得醫 沒有抗生素 現在可能是 沒那麼辛苦 那些 但是 可能她們都已經有些放棄了 就是 都 是啊 等了 開心過多這幾年 那就 換了 我天天睡醫院洗 嗯 但是 不是這樣 因為我會覺得 如果我日後 有成就的話 她會分享不到 就是 現在我這麼努力做事 都希望將來我有成就 就是將來的事 不知道會的成就有多大 但是起碼我現在會努力去做 那 如果真的有成就了 這麼幸運 但是她不能夠分享到的 其實都沒有意義 即是你覺得她遲些 就算要換腎 都 都會是一件很痛 即是你 你自己本身的原裝 你換了他 換了他 換了他 其他東西 即是複製的 這樣回來 其實都會是 差一點 即是醫生說 其實很多病人 換了腎之後 那個生活都是不好 都會有一段時間 要去 遮蓋身體 可能會有排斥 有吃藥 就是一件很長的事情 而且風險很大 那我就決定 都應該要去 現在要醫 所以一直都有 去北京 回內地 找一些醫生 送她過去 因為將來 會變得很沒意義 因為現在 不是在香港 現在在 香港 都會有 繼續看醫生 但是 會想找一個最好的 回來 其實 大家都沒有找到 現在正在聯絡 已經 聯絡 但是因為 太多事情要安排 譬如 她 其實她還有很多病 痛 那 那 要找不同的醫生 因為始終好像被血壓高 影響了腎 因為腎 又 又會影響 血壓高 好像 互相反應 然後又有其他病 又有影響 又不可以受到壓力 很多問題 所以 最近人都會很累 年紀也很大的 不大的 所以 心理的壓力 她的情緒 受到影響 因為她太年輕了 她只有五十多 真的很年輕 是年輕的 如果已經是七八十 也沒辦法 但其實她這個病 現在才知道 或者現在才公開 但其實一路 她四十幾歲 已經開始有事 那你爸爸怎樣 我爸爸 你身體很好 真的很好 其實都 很安慰 就是 我媽爸爸 可以這麼好 一向都很恩愛 是的 就是 很開心可以 我爸爸真的可以照顧到他 不來不去 做事 譬如我媽媽在醫院 那些她真的可以二十四小時 坐在門口等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等待患病的時間進去 是的 姑娘趕走 她不坐在門口 到時候便回來 經常跟姑娘吵架 是的 經常吵架 經常覺得姑娘照顧得不好 你要拿這些東西 你要快點拿來 都會跟姑娘吵架 我看到結婚幾十年 都可以這樣 會覺得很安慰 至少 就算我沒有空 我爸爸也會照顧她 她真的很緊張 媽媽和姑娘吵架 真的很緊張 結婚幾十年也是這樣 她應該對姑娘要求很高 是的 我很緊張 始終都是老婆 以及對了這麼多年 她真的可以不睡覺 就算要上班 她竟然可以在上班之前 先去醫院 去醫院 去醫院後 然後上班 吃飯又去 吃飯後再上班 上班後再上班 之後又再去 我爸爸真的可以這樣 所以 我也很開心 我們的家庭不會是這樣